回到惠金若松了 惠金若松算是福岛县内有名的旅游城市 从车站出来可以购买观光周游巴士的一日乘车券 600日币不限乘车次数 从富有九宫不破盛名的鹤城 到白虎对少年悲壮自吻的范盛山 各大景点都可以方便地轻松前往 到惠金若松这座城市 少了林立的高楼不见都市的繁华 但却是实实在在散落着江湖风情的历史名城 惠金若松市是日本福岛县西部惠金地方的中心城市 在江湖时代这里是惠金藩的城下厅 藩是日本江湖时代给地方大明领国的非正式称呼 简单来讲就是各地区的行政单位 对于喜欢日本历史的人来讲 惠金若松一直是圣地的存在 幕府时代的惠金若松风光秀丽 只被丰饶粮食风域 不但有极好的惠金米酒 而且就地取材烧制而成的惠金七七 到今天为止依然极富盛名 在日本明治卫星开端的1868年 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雾尘战争展开 惠金战争作为雾尘战争中最关键 也是最惨烈的一战 使得政府军3000人战死于此 虽然新政府军最终胜利 但惠金翻《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 也让惠金成为了日本最后的武士之乡 从那个青春馆出来 然后想找一家便利店买点纸巾的 结果我发现这个城市好像没什么便利店 就走了挺长 都没看到一家便利店 咖喱还有烤咖喱 好多的 我发现了 很久不得了 我们下人街上的门 现在太阳了 这边是什么空间的 来自家路也没说过 这边是全家路 不在这边 真的有一家路 我发现了 对 我发现了 你没有人在外面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中文字幕作词 李宗盛 这里有酒屋,但现在还没有制作,所以只有酒屋 这里有四大家族的家庭 请在热热中煮一下 明白了 这是这个 说要把这个脚开,趁热脚开 然后给了我一些这个宣传的资料 昭和怀旧馆 他们这边的好像 七七是比较有名的 看到很多卖这种稀奇的店 狗狗店长 鸡娃娃 鸡娃娃 好像很困的样子 好困呐 慧京新选祖纪念馆 新选祖是本幕府末期 一个亲幕府的武士组织 也是幕府末期浪人的武装团体 在成立初期得到当时担任京都守护职的 惠京藩主松平荣宝支持 并纳入惠京藩编制 当时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 日本局势动荡不安 新选祖主要在京都活动 负责维持当地的治安 暗杀反幕府人士 据说有日本明智卫星之父之称的版本龙马 就是在京都酱油商晋江屋 被新选祖刺杀身亡 在局长静腾勇被斩首之后 由副组长土方带领 继续贯彻初衷 辗转来到惠京若松 参与武城战争中最激烈的惠京战争 持续与新政府抗战 1869年战败投降后 结赛 新选祖最为人所知的特色 有橙字的对齐 衣袖上亦有山形图案的独特外衣 以及严厉的纪律制度等 新选祖作为日本历史上 最后一个武士团体 及传奇的经历 直到现今也享有很高的人气 日本每年都会推出很多 以新选祖为素材的作品 包括大家熟悉的《银魂》 《浪科健兴》等 昔日丁站 外面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护城河 也叫若松城 挺有意思的是 在这个城 城的对面旁边 这是一家 很明显的应该是一家 拉布霍德里 在城边的 拉布霍德里 挺有意思的 汇京若松城 实践于400年前 又名赫城 是东日本地区最大的城郭 名列日本一百名城 赫城被人们视为 汇京的象征 因城楼的优美姿态 犹如白鹤飞舞 因此而得名 雄伟城楼 初建时是七层 其后1639年改建为五层 戊城战争后 被拆毁 在汇京若松市民的 大力支援下 现在的天守阁 于1965年复原 但城楼周围的城墙 仍然保持着当年原样 完好无损 现在的赫城周围 以改建成公园 是2013年大和剧 《八重之音》的 重要取景点之一 天守阁内 从一层到四层 展示着数百件 汇京若松有关的 历史文化遗产 如屏风 铠甲和公弩等等 五层是廖望台 从廖望台上 可将汇京 盘堤山 范圣山 近藤永之墓 所在的天宁寺 等景观 尽受眼底 汇京的街道 更是一览无语 严酷 汇蔓 白虎队的故事是汇京人不愿再提及的历史悲剧 在汇京战争中 为了迎战政府军 汇京总共2700名男性 分成青龙 朱雀 玄武 白虎四队 分别由 270名 武士率领 因为成年男性 基本都已战死 因此 白虎队全部由 16 7岁的少年组成 作为预备力量 10月7日下午 白虎队在城市东北角的 范圣山旁的汇京总部前 举行了壮行仪式 次日 在战败撤退中 由于望剑 若松城堡 滚滚黑烟 至小大势已去 20个少年 于是沿袭 日本古代武士的习惯 在范圣山 绝望地 集体切腹自杀 除一名 一息尚存的少年 被救活外 其余19人 均当场去世 这19人的遗骨 被葬在 慧京乐宗旁的范圣山上 后人称为 白虎队 十九市 虽然白虎队 是反对 维新政府的 旧政府军 但是 明治政府建立后 辅导县 并未将白虎队 视为叛军 反而成为了 守护辅导县的 少年英雄 辅导县内 到处可见 白虎队少年的 雕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兰山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兰山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兰山上 三千家茶道在新之地 茶室林格 说到日本的茶道 应该很多人听说过 被誉为茶道之祖的千利修 当年丰臣秀吉处死千利修之后 汇京城主的不生世乡 为了延续千家茶道 把千利修之子千绍安 保护在汇京洛松 而这座林格就是当年千绍安所建 成为五家茶道之祖 参观完茶室之后呢 六百块可以买一杯 摩茶 帮你泡一遍摩茶 在这边 三百块可以买一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五家屋傅指的就是过去藩内中高级武士的住宅 在很多城下厅都有一层 但如此大规模的比较少见 这里是以惠金藩家老西江赖姆的宅邸为原型复原的五家屋傅 同时也从惠金境内移住了多处古宅 建成了一个集合了美术馆手工艺体验馆的综合博物馆设施 这里呢是市台玄关 也就是他们进出的这个口 然后呢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送迎的这个地方 还是挺大的 这个呢叫片长屋 片的话其实在日语当中是只是一侧的意思 就是一边的意思 然后呢长屋呢就是一些家臣居住的地方 然后呢他也会安任一些这种守卫的工作 家臣的居宅 独身的 然后就是没有家 没有那个家眷的家臣住在这边 也是坚韧 警备的作用 西乡四郎是这里面的家老西乡赖姆的样子 这边是这个女仆的房间 这边是儿童房 中殿正屋 正屋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相当于一个办公的场所 石峰旅 就是石头做的这个枣盆 泡枣的 然后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時は行く 古人の囁きに 目を覚ますのは 未来人 この街に 君は生まれて この街に どんな夢を見る 合図 その名の情熱よ 明日に 煌めき 虹となれ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